身为蛮牛品牌兰博基尼旗下的量产旗舰 于2011年日内瓦车展中登场的大牛Avento 不仅延续张狂的外观样貌与强大的动力输出 且在操控性能与动态表现方面也更趋平衡 如今卸除车顶的敞篷版本Avento S Roadster也终于亮相 预计将于本月开幕的2017年法兰克福车展中 首次登场的Avento S Roadster 在外观方面除了获得与硬顶兄弟相仿的进化幅度 并获得提升30%的空力效应改良外 在引擎盖部分则是采用了专属的设计 而可谢式硬顶采用碳纤维材质打造 并仅有6公斤左右的重量 搭配造型特殊的前20后21寸锻造铝圈 以及颇具质感的车色涂装 让敞篷版大牛渴望成为本届法兰克福车展中最抢眼的存在 至于在动力系统方面 同样搭载6.5升V12自然吸气引擎 拥有740匹最大马力与690牛米峰值扭力输出 搭配重新调校的7速ISR变速箱 以及全时四轮驱动系统之下 可以搅出百公里加速仅需3秒 急速每小时350公里的性能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